双溪长远里有一名80岁的独居阿嬷忘了带钥匙 就爬上了边坡要到后门开锁 结果不小心就摔到了四五层楼深的溪谷边 而在排出所与李明协助抢救之后 仲天的阿嬷最后脱险 就一只后可以恢复健康 长远里一位八旬的蒋灵阿文阿嬷 上周四下午因为钥匙误放假中 来到边坡想爬之后院节省麻烦 却不幸摔落之十多公尺深的溪谷边上 派出所与干脚附近相亲都前来搜寻 但找了两三次都晚上八点了人无所获 里长因此想到去信仰中心威慧庙 拔不会询问 希望能借开张圣王保佑 搜救出平常信仰虔诚的阿文阿 那里长有在那个开张圣王庙 有请示那个圣王宫吗 然后他说他应该人之中在这附近 是里长寻找的时候先叫他 叫他的名字他也回答 因为银鸡都有帮忙找 大家都很欣喜很高兴 有不然会代表是神志才清醒 平时八点多就会关门的威慧庙 长远里长陈姿郎特地前来 在连三次圣杯的寝室中 得知阿文阿嬷仍平安在里内的消息 于是继续在河边进行寻找 神奇的是 八旬阿嬷已患重听 却能听到搜救声 在晚上九点多发出求救 一心人赶紧将阿嬷抬去送医 以免失温 因为经过那阿嬷有 那个土豪在那里 那个阿嬷有 可能那时候也会感冒 或是失温 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开疆幸福 可以说是很灵感 可以说生意很健康 可以说在这里 保护我们地方 有 这些大大小小的极端 都会免得平安 这次过程虽然有惊无险 里长人觉得需要好好 向威惠庙的开张圣王道谢 并祝福仅受青伤的阿文阿嬷 早日出院 最近春季天雨落花 也请李明小心行走 勿挺而走险 使家人邻居担心 记者夏浩文双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